魏无羡去寻蓝望鸡时,被告知二公子出门办事。 他问,昆毅昆宇呢? 仆从道,一同前去,说是暗查。 魏无羡,好你个蓝战,行动竟然不带我。 笑吟吟来,气呼呼离去,闷声担忧地追出去几步,又不敢阻挠小公子。 回房想了想,魏无羡还是决定不与他们大人一般见识。 他打算晚点再去,这次不管蓝望鸡说什么,他一定要跟着。 恰好昆毅昆宇也在,三人正商议着什么。 他装作不经意,道,哎呀,我打扰你们了,想了想又问,这是要做什么? 是准备营救那些被抓之人吗? 蓝望鸡道,进来说。 魏无羡走过去,故意蹭过蓝望鸡的肩膀才坐下。 蓝望鸡正了一瞬,很快又恢复自若,指着桌上一张图纸道,这是布局图,依所查得知,被抓之人就关押在此。 消息准确,魏无羡问。 昆毅道,回小公子,准确。 魏无羡一听,瞬间来了兴致,也顾不得先前按查不待他知识了。 他道,怎么做?我也想一道前去,还不带蓝望鸡回答,他转身拉住他的手臂,眨着大眼睛道,二哥哥,让我一起去吧。 蓝望鸡,这小家伙接怎么了? 他哪里抵抗得住少年的无辜又恳切的小模样,本来打算拒绝的,张嘴却拐了个弯,道,好。 魏无羡笑意更深,眼睛弯得就快看不见了。 想到自己先前准备试探之事,魏无羡在蓝望鸡手臂上捏捏,诺诺道,二哥哥真好。 蓝望鸡。 昆毅甚是喜欢魏无羡,看着小家伙这般模样,脸上不自觉挂满笑意。 昆毅起身道,那我二人先去准备准备,说完便和昆毅退了出去。 屋里只剩两人,魏无羡松了手,装无作样问了些问题。 在蓝望鸡回答之际,忽而凑上前,道,蓝战,你抹额歪了,说完直接抬手去扶,连着摸了好几下。 在蓝家这么多年,他自然知道抹额的特殊含义。 他早已做好准备,若被呵斥,那他就装傻,说自己是弟弟,为何碰不得? 若蓝望鸡没有反对,那他就单方面认为,自己是有特权的。 忽而,魏无羡愣了愣。 不是别的,是他不经意瞥见了蓝望鸡红的快滴血的耳尖。 魏无羡。 蓝战这是生气了? 还是害羞了? 准备的时候,又是穿北玉衣衫,又是乔装打扮的,魏无羡光顾着完了。 直至到达目的地他才察觉,他们去的地方是一家青楼。 樊尘见魏无羡来来回回看了几遍,表情变了又变。 瞧他这惊诧模样,昆义凑近了些,道,怎样? 皆有幸逛一逛这烟花之地,是不是很兴奋? 没来过吧,魏无羡一脸不可思议面向昆宇,道,于姐姐,昆义哥是不是常来啊? 你瞧他这熟套样。 昆宇笑了起来,道,怕是一直惦记着呢。 黑昆义瞪了自家妹妹一眼,道,小崽子打去我,你也跟着凑热闹。 蓝望鸡抬头看了眼扁鹅,沉声道,注意安全。 不可生是非。 昆义和昆宇并不随他们一同进入。 按照先前计划的,他二人在外接应,待放出信号,他二人在潜入。 烟花之地,鱼龙混杂。 一进门,魏无羡便被扑鼻的胭脂水粉味呛倒。 他不自觉抬手掩住口鼻,想了想又觉不好,于是故装震惊,一副酒精沙场的模样。 反观一旁之人,全程神情自若,一丝别样情绪也无。 为了不惹人注意,蓝望鸡此行没有浸抹额,身上倒是一袭北域风格的白衣,瞧着甚是滑跪。 一样的俊美经验,像是雾落这凡尘剑的线,来净化这片污浊。 察觉到少年视线,蓝望鸡并没有回头,压着声音道,别乱走。 魏无羡偷偷笑了下,心道,这是对自己多不放心啊。 正想着,殿中管事赢了出来,见二人这身量打扮,一看便非富极贵,瞬间喜笑颜开,说话都软了下来。 二位公子光临,小殿蓬毕生辉,他将两人引去雅间,对小二道,还不勘察。 若是之前,魏无羡并不一定能分得清眼前人是前缘还是昆泽。 而今已经二次分化,以他高阶的敏感意识,眼前这个浓妆艳抹的管事并不是昆泽,而是个低等级低的前缘。 他瞥了蓝望鸡一眼,对方很轻地冲他点了下头。 魏无羡道,管事的,我二人还是第一次来跪店,不甚熟知,还劳烦您给介绍介绍。 也不知怎的,听他这般说蓝望鸡心中颇感烦躁,端起一旁茶水喝了一口,可能觉得味道不佳,他醋了醋眉又放下。 见他如此表情,魏无羡眉忍住笑了下,觉得自家哥哥真是可爱。 忽而他又想,自己可真是厉害,竟然用可爱这个词来形容至尊前缘之手,真是斗胆包天。 公子,见魏无羡走了神,管事的凑近了教他。 魏无羡下意识往后靠,不自觉地就释放出一丝压迫信箱来。 察觉到压迫感,管事愣了一瞬,而后退回到安全距离,脸上尽是昧笑。 他并非无意为之,看见魏无羡的第一眼他便存了些心思。 这人虽比自己要高,但看身姿长相要像昆泽多一些。 刚刚有心试探下,那压迫感让他不自觉惊恐害怕,虽没有闻到信箱是和味道, 但他确信此人是比自己等级要高许多的前缘无疑。 见他没有怀疑,魏无羡莫名松了口气,顿时用花又青教自己的方法将信箱好好收住。 他又一次看向蓝望鸡,得到安抚才真的放下心来。 管事地给他说了几位凡尘剑的招牌,将自家姑娘公子夸得美如神仙万般的好。 魏无羡一直耐心听着,忽而从怀中摸出块金钉子放在桌上,翘起腿道,我就直说了吧。 我二人并不是什么货色都要的,不知,那金钉子可晃到了管事的眼睛,他又怎会不知嫩一点的是何意? 手伸过去,将只往掌心一捞,忙到,有的有的,水灵得很,保证干净,公子想要什么样的都有,都有。 魏无羡不再多言,微笑着一事已,管事立即前去安排。 戴雅间只剩他二人,魏无羡呼出口气,忙对蓝望鸡说,我刚刚险些露出马脚。 蓝望鸡安抚他道,无碍,他非高等级。 魏无羡为最高阶昆泽,普通前缘影响不了他,反而会受其压迫。 刚刚那管事便是如此,因而才将其误认为是高等级前缘。 再者,他的信箱并没有实体,非至尊前缘是很难察觉得到的。 其实这也是蓝望鸡放心他来此地的原因,有自己,再是一方面。 魏无羡不会被轻易影响,也是一方面。 他道,稍后见机行事。 魏无羡点头道,明白。 魏无羡一瞥,不自觉地在心里骂了句。